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动的美与 看来都有意义 听听 我的手心 看见 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着有理有航尽 听听 我的表情 看见 我的心情 听 我的世界也是这么的容易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叔 喂 录影了 大家好 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俊松 都开始录影了 你还在吃面包 真的是太不敬业了 你用 不是啦 小叔 我跟你说啊 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 哇 好香喔 紫地瓜耶 还有枸杞 哇 都是很养生的食材耶 俊松 这哪里买的啊 这个啊 是我前几天去桃园玩的时候呢 跟一位有六个身心障碍小孩的妈妈买的 这位妈妈呢 她的名字叫做邓家珍 她会开始做面包呢 是因为小孩经常生病 为了要省一些餐点费 所以呢 才开始做馒头还有面包 哇 六个身心障碍的小孩 照顾起来一定很辛苦 我自己啊 才两个小孩 就已经快累到受不了了 快带我们去认识这位伟大的妈妈吧 嗯 没问题 请看 年过半百才创业开店的自强妈妈邓家珍 制作养生面包维持佳绩 获得许多人的敬重 因为她是一位坚强的人妻和人母 家珍的先生健康不佳 而她又育有七名子女 其中六个都是身障孩子 全家人的经济重担全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不过她不怕吃苦 勇敢地面对困难 互家互儿完全自食其力 自力自强呢 好 你坐这 好 你坐好 都要坐在这里 你不能去那边 你坐好 人生当中都遇到会有很多困难 跟挑战 虽然我的小孩子不怎么聪明 可是呢 我看到我的小孩子当下 夫妻俩也是有错愕感 可是这错愕感还是要去面对现实 所遇到亲戚朋友都有不同的观感 可是这不同观感也激发我努力向前 挑战生活的状况 老师 新摩托车来了 看你摩托车 看你摩托车 我开车 老师 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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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坚强地去面对我的孩子 整理一些夏天 衣服太多了都不会干 整理衣服 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孩子 其中六个是身心障碍 听到这样的消息啊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惊讶吧 住在桃园的邓家珍 年纪呢 才五十出头 她就是这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妈妈 你可以想象她的压力有多大吗 一起来看看家珍的故事 家珍出生在新竹 今年五十二岁 她生了三女四男 共七个孩子 除了老四之外 分别领有轻度 中度 和重度不等的身障手册 孩子们的年龄 在十几到二十多岁之间 寒心如苦地照顾他们多年 家珍从来不敢想过要逃避 她始终相信 每一个孩子都是宝 再怎么样辛苦 也要把他们养大 好 好 起来起来 快点快点 起来起来起来 就是智能方面不足啦 刚出生的时候还不知道 小孩子会有这种状况 慢慢长大了 状况就出来 不会坐也不会走路 就这样傻傻的 越长大越傻 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那个挫折感很重 家人也不谅解 过个年都是给人家骂到哭 她在做什么 她凉血糖 她每天早上都要凉血糖 她现在变成长期要拿一套睡 本来是不想生那么多个啦 可是那时候想说 先生又是长子啦 我家因为我带我阿公 他说要生一个丑母性 可是当第二个的时候 是因为车祸 所以上天又把我这个家又打乱了 车祸搞得一塌糊涂 花了很多钱 家珍汉先生原本在台中 开设一家汽车保养厂 生活条件还算优务 后来因为被客户倒占 经济陷入空前的困境 因此不得不把工厂收掉 举家北上牧生 过着居无定所 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 后来终于落脚在桃园的龟山 目前住的房子仍然是租来的 赶祖公子 莫克刚上来也是很煎熬 因为先生刚开始也没办法接受 事业失败 家庭上为了钱 吃三餐 因為七個孩子 家屬兩夫妻就九口 一餐就是用好幾百塊來吃 有時候會跟親戚朋友借 或是家人借 可是借都是挨罵的份 哇 再一次我多汗 那時候苦到 連陌生人都跟他借錢 哎呦 明天沒飯吃 明天沒有半毛錢 還是會跟陌生人借一下錢 說 哎 度一下 可是我的命還是很好 外面的人還會借我錢 你們幹嘛給我錢 這才五塊 一個人三十 給我拿三百 這個又五十 他又一百 那個又六十 那時候就白天送便當 晚上也送便當 到凌晨兩點就去找室 送貨 送到早上九點 到最後還是倒下去 生病了 自己生病了 這段日子真的 哎 還是很苦 搬來這裡 有一次家福說 啊 幫忙我走出棍境 可是棍境當時走出來 可是家人要跟著走出來 我有什麼苦 都跟神明講 因為神明不會罵我 也不會嫌我 也不會嫌我 也不會說我唠叨啊 他會這樣 進去那邊聽我講話 對 自己種的青橄欖 哦 青橄欖啊 哦呦 這麼大顆啊 好苦喔 不會酸酸的才會減肥 來 你先吃 哦哇 來 看他吃 哎呦 她好酸哦 哈哈哈 我哭的時候 我都會跑到深山裡面 去大哭 或是去廟裡大哭 啊 先生不理解 會產生誤會說 啊 你為什麼到處去拜拜啊 去廟 其實我是把內心去轉移 哭一哭回來 做做饅頭啦 粽粽菜啦 其實我是把內心去轉移 把心情轉移了就好了 嘿 我再怎麼苦喔 我當然還是一定要走出來 因為你既然生了他一個責任 人就是要負責任 不論說孩子的責任 錢的責任 或是家庭的每一份子的責任 我都要付出 這才屬於真正的人生 在這邊 所以啊 所以這個點 我們在 以前在國小的時候有教到他們 等他們升上國中的時候 第一次段考 考完 然後我問他們媽媽說 他們考幾分 然後 媽媽就說 兩個都十幾分 覺得不太放心他們 就每天來教他們補數學 你第二次幾分 三三 三三 那你幾分 三十四分 第三次呢 六十四 那 六十 六十 就慢慢拉起來了 終於 及格了 這次目標的兩個都是八十幾分 嘿 今天遇到很有愛心的老師 他發心讓我的小孩子從不愛讀書 功課退步到現在進步 我真的很感謝他的愛心 以前真的有挫折感 看到就哭 現在慢慢慢慢長大了 好高興 雖然家蓁的性格任勞又任怨 但我們的社會是溫情友善的 總是會對需要幫助的人適時的伸出援手 大約八年前 因為有一位熱心的里長 把他們家的情形轉介桃園家福中心 透過家福的幫忙 家蓁學習烘焙 並且考上了證照 在自助援助的情況下 生活也慢慢地步上了軌道 哦 好香哦 哎呀 一會兒這兒一會兒那兒的忙來忙去 家蓁的麵包小鋪啊 在2014年開張 為了省錢呢 以及就近照顧家庭 他的店就開在自己的住家 能夠開這麼一間小鋪啊 對家蓁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都是接到客人的訂單之後呢 每天早上現做新鮮的麵包 這些草創事業 樣樣事情都得自己來 而且家庭事業要兩堅固 很忙碌呢 哎 厲害哦 香味跑出來了 對 咖啡的味道 咖啡 咖啡的香味跑出來了 做麵包是因為沒什麼錢的事 今天剩下一千塊要吃十天怎麼辦 哎 趕快來去買一包麵粉 回來做饅頭也好啊 做什麼也好 沒有想到說小孩子這麼愛吃 所以就是以麵粉自己去做 讓這個家庭過得好一點 嘿嘿 好吃嗎 啊 你喜歡什麼口味的啊 啊 喜歡吃什麼麵包啊 啊 有一次跟家庭老師聊天啊 很多時候啊 那好啊 那你來上課啊 上師各業啊 看你學到怎麼樣啊 就慢慢去跟家庭互動 發酵 發酵跟做的時間很長 所以你烤的話 他吃幾分就OK了 其實在去 前年的志祥母親表揚嘛 那登媽媽是我們表揚的母親之一 那後來瞭解她的故事之後 覺得哇 這個媽媽真的好不簡單 那後來呢 因為她當天呢 她有帶她自己做的手工麵包過來 那我嘗了之後覺得 欸 其實還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她分享說 因為家裡孩子多 所以她自己來手做一些麵包啦 饅頭啦 那可以節省早餐的支出 那剛好呢 我們中心呢 有一個方案 就是協助家長來一個創業 那剛好這個方案結合她本身的興趣 所以就投入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不管是在資金 還有在教育訓練 還有在顧問的部分 那最後呢 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那老天爺也非常幫忙之下 我們呢 就是完成了這個麵包部的一個開業 你看一個五十多歲的富人 她身上背了這麼多的家庭壓力 她還有勇氣去築夢 而且她讓她成真 我覺得那一刻是非常感動的 覺得很配合跟媽媽的勇氣 我聞到了 那個是那個南美的味道 真的喔 真的喔 當初對媽媽提到說 她想要開麵包店的部分 是因為 因為她家裡有比較多特別的孩子 那她其實蠻擔心 她們未來出入 就是未來的就業出入 對 所以她想說 如果可以自己在家裡做麵包 那孩子也可以在家裡幫忙 所以在去年的12月 讓她可以實現她的這個夢想 哇 那在過程中 其實當然她也會有灰心的時候 對 因為家裡其實只有她一個人 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努力 對 那我們也是不斷地鼓勵她 幫她想一些方法解決 對 那讓她現在一路走來 她還是可以繼續圓她這個麵包的夢想 Yeah 為了打知名度啊 同時也為了推廣健康的食品 家蓁積極地參與促銷擺攤的活動 只要有機會能夠多賺一點錢 她都很樂意去做 家蓁這麼不辭辛勞地為家庭付出 為事業打拼 真的值得一些年輕人好好的學習 要像這位自強媽媽一樣 有不怕苦的精神 才有機會創造屬於自己美好的人生啊 第一次是家府安排園遊會 去試賣麵包 做了一天一夜的麵包 拿去賣 那天也沒睡覺哦 那天我賣兩三千塊 家府那個老師說 你是做什麼生意啊 才賣兩千塊 可是我很努力 每天 做到天亮 把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好為止 可是怎麼做都做不好 我讓心裡有一段時間真的有點 有點想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嘛 沒事找麻煩 先生又不高興 小孩子又不高興 自己又累的辦事 我第一次吃這個麵包哦 然後昨天來吃還不錯吃 沒有吃過那麼好吃 所以我吃的好吃 今天又來買 又幫朋友來買 這是養生 很養生 養生麵包啊 小姐剛出爐的啊 我們桃姐妹哥過也好幾年了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 有協助 有想要自立 這樣子的一個婦女們 那我想雖然他們是弱勢 但是因為他們也有心 就是想要透過 我們公部門的一個賠力 然後達到自己能夠 自己自主自立 來讓他們就是增加 我們一點點經濟的一個收入 那透過我們有一些市集 然後有一些攤位的一個展售 然後提供他們的 比較有多元管道的一個 通路銷售 讓他們自己能夠靠自己的力量 而站出來 她媽媽很努力啊 然後也很認真這樣子 我們每次有展售會 她前幾天都會在家 很努力的做麵包的 我啊 先來幫忙家君擺攤賣麵包 來 走 有一段時間在家府中心 老師就請一個顧問 教我怎麼去學會賺錢 怎麼去算算本錢 到後來有賺錢進來 可是算一算 剛好本錢出去了 對啊 後來有一些老闆級 來跟我買麵包 好幾個 差不多四五個 還是到八個 哦 好高興哦 好高興有賺那麼多錢 可是沒有想到說 嘿啊 孩子又住院 把錢都付出去 這個人生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 當你有了一錢 可是這個錢不屬於你的話 你孩子又變成又出去了 今天呢 是學校的園遊會 家珍媽媽呢 把做好的麵包拿來這邊賣 因為呢 還有三個孩子都在這所國中救賭 三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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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可以去當老闆了 哦 對啊 他好壞叫啊 三十太 學姐 學姐 三十太 學姐 三十太 三十太 學姐 三十太 學姐 三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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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喜歡來學校上課 每天都是第一個來學校上課 在班上第一名的就是 他非常熱心助人 對 就是看到同學啊 朋友啊 有什麼需要的 一定都會跑第一個 然後去幫忙他 而且他看到人就一定會打招呼 他知道你們今天要來 非常期待 期待好久早上 一來學校就一直站在教室外面 然後一直在等你們過來 我愛你 謝謝你 謝謝老師 這是你的作品啊 對 那畫什麼 刮牛 貓衣 狗狗 蛇 草 蛇 蛇 蛇 那因為我們學校教幸福國中 所以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想了一個很 符合學校的這個 校民的班級 希望這批孩子 進到幸福國中裡面 都可以很幸福 老師就像媽媽啦 然後這個就像他們的孩子 不希望因為他們的 學習狀況不同 就跟其他的孩子有所差異 校內的活動 我們的孩子 幸福官的孩子也全部都參與 因為就是我們的寶貝這樣子 所以希望所有的活動都共通 所以整個學校的氛圍是希望說 不管哪一個孩子 就是我們的孩子 人之子女就是我們的子女 所以我們是塑造這樣一個氛圍 很歡迎他們 然後來到這個幸福的園 真厲害啊 雖然有些障害 但還是很熱情的去賣麵包 來來來 嘿 好棒喔 好棒喔 我覺得他們是全力以赴 做什麼事情都很認真 讚 這是幸福國中的精神 所以可以的 他們這一家一定可以突破難關的 來 要謝謝我們主任還有主黨 還有主黨 還有朋友們同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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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關好很有毅力 對大家都不陌生 慢慢地走出 他內心的創傷 感謝每一位老師 幸福國中每一位愛心的老師 對我的幫助 我好高興喔 今天看這個場面真的很高興 唉 賣完囉 謝謝 我覺得媽媽現在做得很好 我覺得是一個很用心 然後也是一個就是說 他對小孩用心 然後對家庭的付出 我覺得滿值得就支持媽媽 對 尤其她的麵包真的做得很好 又支持 媽媽給我的感覺就是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她一定都會想辦法去解決 對 因為我在她身上真的看到 非常可貴的精神 就是繼續這樣子樂觀面對 她的人生 我真的覺得 真是偉大辛苦的媽媽 真的 對麵包啟發 就是健康 第二個是 讓我這個家庭走出去 我又快樂了一天 你拉著小孩子出去 小孩子學到什麼了 我的小孩子學到面對人了 學會賣麵包 又能夠增長知識了 是那種感覺 是那個精神 我是覺得那個精神 其實拉一個人 生活在邊緣的人 都一定要有人拉他一把 今天我取資於社會 我以後也會用資於社會 這個社會當中幫助我很大 以後一定會想說 我也要幫助更多的人 或許大家都會有相同的感想 社會就會很安樂 不管怎麼樣 孩子永遠是父母心中的寶 在撫養孩子的過程當中呢 家珍遇到的困難和苦楚 不曉得是一般家長的多少倍啊 我們很高興地看見 她並沒有被打倒 反而更加努力地學習技能 以愛的養生麵包來養活全家人 身為六個生長兒的母親啊 家珍需要的不是同情 而是你我的支持 鼓勵跟肯定 等等 先休息一下哦 經典電影院 為老婆唱首歌 Marian 愛唱歌的老太太突然生病了 孤僻不愛與人接觸的老先生 決定幫老婆好好唱首歌 Don't be discouraged though I realize 8月23週日中午12點半 為老婆唱首歌 因為弟弟的年紀還小啊 所以你要替我照顧他哦 我叫王仁東 我才沒有哥哥咧 我是他哥 要不是你 我就不會被生死你的人笑 8月23日 週日晚間11點30分 公式學生巨展 真的是我的哥哥咯 可可瑜 大家好 我是李立芬 從民歌時代開始 我的演唱的風格 其實陸陸續續直到現在 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公共電視的音樂節目 也是非常的千變萬化 那些年我們的歌 讓很多人可以去演唱 不同時代的歌曲 在音樂萬萬歲這個節目裡 有些人還會改變一些歌曲 顛覆的歌曲 顛覆了他的曲風唱法 讓他有昏暗一新的感覺 而好的音樂節目 好的電視節目 是需要很多人的鼓勵 是需要很多人的鼓勵傳承 甚至於和行動來肯定他的 所以請電視機前面所有的朋友們 現在就拿起電話 撥打這個捐款的專線 022-2633-9922 郵政劃播賬號 1921-3335 謝謝你的行動 超級愛秀 等你來秀 又到了觀眾朋友 可以展現自己才藝的時間了 小叔啊 我們今天要看什麼精彩的表演呢 今天的演出團體可是大有來頭 哦 這麼厲害啊 快說來聽聽啊 我跟你說 總統可是欣賞過他們的演出 而且感動到與他們一起合奏呢 哦 你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總統級的表演節目咯 嗯 當然啦 而且啊 聽聽看的觀眾朋友 你們比總統更有福氣 嗯 是啊 觀眾朋友不需要出門 就可以在家裡欣賞到精彩的演出了 哼 答對了 聽聽看 超級愛秀 請看 只會耳贅 照片 啊 不是 而且 也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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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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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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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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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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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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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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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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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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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乐趣 以前我刚接她的时候 她是头都是低低的 就是脸就是不是很开朗不开心 就是每天都这样 经过了我们的打鼓还有舞蹈 还有出去表演 然后接触人群之后 她脸就是明显就变很开朗 然后也学会跟外人互动 就是像刚刚一样 她就会很有礼貌地 就会跟人家有一个互动在这样子 这是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这样子 等等 先休息一下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月不出日不落 当所有成泡沫 一无所求 爱过的那些 人手好力足够 一无所据 不要再害怕失去 只算绝望想把我脚碎吞没 天空会借我雨后彩虹 就算被伤伤把我毁灭 折走 还是有活下去的理由 都是因为爱 我死也离不开 我死也离不开 把痛苦眼泪 的口感 往上走 不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所不知道的资本主义纪录片 是由法国 加拿大及以色列跨国核治 震害的内容将解构资本主义逻辑 掀起一场知性的大地战 这绝对是你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 小叔啊 最近啊 我亲戚的小孩大学毕业了 跟我分享了好多职场上的经验 哎哟 听起来好可怕哦 可怕 怎么回事呢 年轻人啊 没有工作经验 常常会被同事欺负 还要帮忙同事跑腿啊 买便当啦 买咖啡之类的 哎呀 好可怜哦 嗯 是哦 同事之间互相帮忙买东西 应该是小事吧 嗯 没有哦 他觉得那是个人的私事 嗯 怎么可以麻烦别人去做呢 所以啊 他就问我该如何去拒绝对方 哦 你说的这位年轻人蛮有个性的 嗯 但是要用智慧 幺默的态度来化解吧 不然会造成彼此的嫌隙 嗯 你这段话 让我想到以前朋友在职场上的故事 哦 手语剧场看好戏 快乐轻松 学手语 请看 Kella 这个名字对某些人而言 是生活品位 是生活态度 而对于那些较少踏进Kella的人而言 Kella代表了什么 又怎么样可以吸引那个族群的人 这就是我们这一季Renew的重点 我要向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 有一群人 他们注重实用 有设计感 他们单身 是顶客族群 而Kella是一个对这样的消费者 友善的一个品牌 我们的slogan 一个人也能够享受的好家具 谢谢 谢谢 你们这个视觉三考做得很粗糙 我真的很失望 你不能只锁定某种特殊的消费族群 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以家庭核心的概念 作为出发 总监 我认为你们的团队 并没有那么的弱 多用点心 好吗 拿出你们的实力 我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 不要再拿这么阳春的案子出来了 你可以对我们内容有任何的批评指教 我不在乎 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团队不够认真 这是人身攻击 这是人身攻击 马总 不好意思 我们只是想要在创意上做一些 抱歉 抱歉 蛮有个性的 嗨 你接下来请允许我开始今天的提案 一个人也能享受得好家具 卡 提案简报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技巧啊 那就是目光要接触所有的人员 嗯 知道吗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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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接下来呢 就是提案 我再做个示范啊 你看啊 一个人也能享受得好家具 哦 哦 这样你会了吗 嗯 眼睛啊 要发出自信的光芒 嗯 看着大家 清楚了吧 嗯 好了 要赶快拍戏了啊 待会儿啊 一边拍戏 我在一边教你简报的技巧 手语剧场 家事提案 五 四 三 二 开吧 开始 嗯 凯拉 这个名字对某些人而言是生活品味 是生活态度 而对那些较少踏进凯拉的人而言 凯拉代表了什么呢 要怎么样才可以吸引那一个族群的人 这就是我们这一季更新策略的重点 嗯 嗯 我要向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 有一群人 他们注重实用 有设计感 他们单身 是鼎克族群 而凯拉 是一个对这样的消费者友善的一个品牌 我们的标语是什么呢 来 喏 一个人也能享受的好家具 咔 嗯 巧导 为什么喊咔 是不是我提案的表现不好啊 不不不 你提案的表现很好 我呢 要先教观众朋友提案的手语 第一是照字面 手把东西提起来是提 按呢 它的原意是长方形的桌子 那么提起长方形的桌子就是提 按 提 提 按 第二种打法呢 是照意思打啊 提按是提出计划 反复的划线就是计划 提 按 提 按 小龙啊 既然你已经掌握第一个体验技巧了 我再教你第二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 好 拿来拿来 好 这个啊 要准备美观的体验企划书给客户 好 知道了吗 我懂了 好 那么我们就继续拍戏啊 嗯 看吧 就位 好 接下来请看 请 请 请 来 谢谢啊 来 请 你们这个视觉参考啊 做得很粗糙 我真的很失望啊 卡 来 给我看看啊 你看看 哎呀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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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啊 你这个资料做得太粗糙了 吃饭啊 吃的嘴边都是饭令 首语是 马呼 也就是 粗糙 粗糙 视觉参考 嗯 嗯 手语又要怎么打呢 眼睛啊 看的感觉是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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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啊 偷看 加上考虑是 参考 参考 手语连在一起是 视觉参考 视觉参考 好 小童啊 嗯 你拿出这么粗糙的视觉参考 难怪 马总会生气啊 嗯 我生气 看来啊 我只好教你另外一个提案技巧了 乔导 乔导 什么技巧啊 不管客户啊 提什么问题 只要客户在啊 你就微笑告诉客户说 哎 好啊 我们可以带回去哈哈的研究 然后 会给你一个答案 嗯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 好了好了继续拍戏啊 看吧 乔导 嗯 我的设计明明就做得很好 我才不要妥协呢 哼 哎 哎 哎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啊 哎 真是 哎 嗯 嗯 你们啊 这个视觉参考 做得很粗糙 我真的很失望 嗯 你啊 不能只锁定某种特殊的消费族群 我们是希望呢 呃 你们呢 能够以家庭核心的概念作为出发 嗯 总监啊 我认为你们的团队并没有那么弱 多用点心 OK 拿出你们的实力 我希望啊 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啊 哎 不要再拿这么阳川的案子出来了 哼 马总 你可以对我们的内容有任何的批评指教 我不在乎 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的团队不够认真 这是人身攻击耶 咔 哎 你怎么可以跟客户发脾气呢 客户任何的批评啊 都是给我们的指教 你看啊 把根棍子左右回来回去 是 批评 哦 批评 棍子啊 对着人指来指去 是 交 交我就是指教 指教 如果啊 棍子啊 对着人刺来刺去 是 刺激 刺激 说难听的话刺激别人就是 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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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道 嗯 马总批评我耶 就是对我的人身攻击 啊 哎 小童啊 我看啊 我得拿出提案的最后一个法宝了 瞧道 还有什么法宝吗 提案的时候啊 不要 个人表演 替换报告人呢 反而 能够使客户 重招注意力 哦 啊 好了 就这么决定 继续拍戏啊 开门啊 哎呦 瞧道 你不要换掉我啦 拜托 拜托啦 哎 我说 马总 你可以对我们的内容 有任何的批评指教 我不在乎 但是 你不可以说我们的团队 工作不够认真 这是人身攻击耶 呃 呃 呃 不是了 呃 马总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团队呢 只是想要在创意上 做一些 不必说了 抱歉 哼 哎 蛮有个性的嘛 嗯 咔 好 今天的提案很失败 但是幸好 戏拍得很成功 谢谢大家啊 谢谢 谢谢 哎 嗯 嗯 嗯 小的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做好提案报告呢 哎呀 我说 哎 我们先帮观众朋友复习手语 复习完 我就告诉你啊 嗯 提 案 提 案 提案 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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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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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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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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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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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攻击 人身攻击 好 复习完了 哎 我说小童啊 这提案要成功啊 和客户的沟通相当的重要 报告人呢 最好能够幽默一点 表现个人的魅力 这样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啊 干脆啊 瞧瞧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吗 啊 哎呀 哎呀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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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事 我先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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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的提案是不会失败的 各位观众 请欣赏完整的手语短剧 家世提案 我要去追拔总了 拜拜 你的提案 拔总 加油 加油 拜拜 加油 加油 Kella 这个名字对某些人而言 是生活品味 是生活态度 而对那些较少踏进Kella的人而言 Kella代表什么呢 要怎么样可以吸引那一个族群的人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季更新策略的重点 我要向各位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 有一群人 他们注重实用 有设计感 他们单身 是顶客族群 而Kella是一个对这样的消费者 友善的一个品牌 我们的标语是 一个人也能享受的好家具 来 请 请 谢谢 请 你们这个视觉参考啊 做得很粗糙 我真的很失望 你呢 不能只锁定某种特殊的消费族群 我们是希望啊 你们呢 能够以家庭核心的概念作为出发 总监啊 总监啊 我认为你们的团队啊 并没有那么的弱 多用点心 OK 拿出你们的实力 我啊 希望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啊 不要再拿这么阳春的案子出来了 我说 马总 你可以对我们的内容 有任何的批评指教 我不在乎 但是 你不可以说 我们的团队 工作不够认真 这是人身攻击哎 不是不是 马总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只是想要在创意上 做一些 不用说了 抱歉 蛮有个性的嘛 小叔啊 你在做什么 该不会是要做面包吧 我跟你说 看了家珍的故事 让我好感动哦 也想试着自己做面包 给小孩吃啊 但是 揉面团 好累哦 诶 诶 君松 你来帮我 揉面团 好不好 诶 我有事 我要先走了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听听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哼 不帮我 真是不够朋友哎 没关系 你给我记住 啊 번 记住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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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不是 接下來呢 你已經知道 金腳 來 誇獲一下 有希望 你不可以說我們團隊不夠認真 這是人生攻擊 大技富王 比拔金 幾倍 都為什麼我也有一倍 有機車晚上六點 周日早上九點自能播亮機 下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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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广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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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整个下雨的情形还是会持续的 随着台风北移的过程 整个环流云系 外围环流云系都逐渐的移进 台湾附近地区 造成下雨的情形将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目前气象局也针对 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含恒春半岛 以及北部的地区 北部的山区 中南部的山区 发布了豪雨特报 尤其特别提醒宜兰跟花莲的山区 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另外在北部的平地 还有屏东的平地 也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开始台风正要明显地影响我们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后续动态 并且做好防台的准备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台风季节来临了 警报期间民众可透过电视 收看气象局台风动态 及时连线说明会 海上台风警报期间 每天有六次说明会 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 增加为七次 状况紧急时 则改为每小时一次 并在公视频道每正点播出 一切